今天啊 来到直播间 行事吃三个人带货 同时要找进所有物品 常常写着 三国直播间 那么显而易见 最右边的这个头发 看见得很彪悍 他和张飞 男爷一样 这个留着标志的长胡子 还有绿袍的 是关羽 最后中间的这个人 就是刘备了 要找的东西还挺多的 先从最新眼的开始找吧 你他咋附着密膜呢 这么明显 直接就找到了 哈哈哈哈 关羽戴着墨镜 也是要找的物品 张飞兜里的手机 也是其中一个物品 点这咋没用 怎么在扣鼻子呢 把手机拿上 好的又找到一个物品 可以 不害你刀皮皮 拉开后面的帘子 是张飞的杖发蛇毛 这么多东西呢 就放在后面好了 嘿嘿 不爱 现在呢 好像就没有可以 直接找到的物品了 协助直播 一边寻找物品 Oh my god 哇 打开货物的包装 用张飞旁边的小刀 打开了 原来是要直播代货的产品 是苹果 就是这苹果 看着好像有点不太新鲜啊 哇 这个水果怎么是烂的 竟然卖劣质产品 主播尝一口 说不定好吃的 哈哈 看着我都不太满意啊 那我们现在看看 刘备的操作了 别看他样子不行 但他甜 都问我 黑布林大理的 甜不甜 甜 呵呵 看刘备试了之后 脸色好像不太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好的 拿到刘备难受的表情包 这也是要找到物品 看到刘备这么拼命的份上 给他刷个火箭吧 感谢老铁送来的火箭 顺便得到了物品 比心首饰 再选择正审火箭面板 找到了 火箭 这样很快就击齐所有物品 哈哈哈哈 在住宾的角落 我发现了挂着的球衣 拿出来让刘备穿上 我大哥从小的梦想 其实想当球星 刘备耍的还是有模有样的 租训是什么要找的啊 我点不到啊 喂 跟关羽互动一下 这关羽还卖了个门 又拿到了个收集物品 下面展示下一个物品 让张飞打开箱子 是螺蛳粉啊 弹幕扣6 试吃一口 再把螺蛳粉给 哎 点到后面的毛了 等一下 你怎么捂起来了 好的好的 说说说再来 把螺蛳粉给刘备 再耍长毛就不礼貌了 听说这东西 闻起来香 吃起来臭 我只听说啊 吃起来香 闻起来臭 没想到带货这产品是反着来 关羽闻着都吐了 胖臭 张飞丑着听想尝尝的 刘备拿着还没吃就破改了 拖鞋都干掉了 那么刚好出发了要失去的物品 关于的表情 刘备朝上的臭脚 还有背后清早的猪猪杯 这么来说就全部集齐了 真的是反向带活第一人 还是继续努力努力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